小貓釣魚 在一個晴朗的早晨 小貓咪咪還有姐姐妙妙去到河邊釣魚 妙妙好認真,好專心地釣魚 沒多久,妙妙就釣到好多魚了 相反,貪玩的咪咪就沒什麼耐性 她釣了一陣,就釣了魚竿進去水 自己跑去其他地方玩 你看看 咪咪一陣就捉蜻蜓 一陣就去撲蝴蝶 根本就沒利過魚竿 魚餌很快就被小魚吃光了 同樣在河邊曬太陽的青蛙呱呱 咪咪這樣釣魚 就決心跟牠開個玩笑 青蛙呱呱跳了入水 在水底撈了一隻爛草蟹 靜靜地把牠勾在咪咪的魚竿上 到咪咪拿起魚竿 咦? 魚竿好像重了 咪咪咪就想了 咦?一定是有大魚上釣了 但是當牠用盡力把魚竿拉上來一看 咪咪 原來是勾到一隻爛草蟹 咪咪呢 好失望啊 這個時候已經是中午 咪咪和喵喵一起回家吃午飯 吃飯的時候 咪咪就跟咪咪說 咪咪 你整個上午一條魚都釣不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因為你釣魚的時候很不專心啊 咪咪聽到之後就很傷心哭了出來 媽媽見到咪咪這樣 就走過去咪咪的身邊 摸摸牠的頭 跟牠說 咪咪呀 釣魚那一陣子要專心一致 不能夠三心兩意的 知道嗎? 聽到媽媽和姐姐的說話 咪咪反省回 自己釣魚的時候 真是很不專心 牠就慘愧地躲低頭了 去到下午 咪咪再一次去到河邊釣魚 你看看 牠這次睜大眼 目不轉睛地望實之魚竿 蜻蜓飛過 咪咪沒有去理牠 蝴蝶飛過 咪咪的眼睛都沒有離開過這隻魚竿 這次咪咪真是很專心啊 果然 很快就被咪咪釣到一條大魚了 轉眼 太陽就下山 嘩咪咪的水桶已經裝滿了很多魚 牠很開心地拿著水桶走回家 牠很想跟家人分享 牠釣到很多魚啊 太陽 超級不是天下的水桶 最高有漢鋪的水桶 變成水桶